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和在云南话里面跟黑的翻译是一样的 云南有种小吃叫黑菜头很著名 所以从小学他们就把它作为我的外号 还真拿自己当地菜 和声的和是不是 对对对 和菜头 台湾的菜头是萝卜的意思 白萝卜 我知道网上一搜和菜头 有一段时间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很有名了 我记得搜头影像搜我的名字 出来很多结果 结果我去看90%都是菜头和萝卜 菜头和萝卜都是台湾那边的网页 我觉得菜头这个意思好 它多草根 它很草根 你知道吗 原来说是蒋经国林去世前 跟他的孩子留下最后这么一句话叫 嚼得菜根 百事所作 就是说你就能吃菜头 什么人的生存能力 极强 那么今天就是你网络界的 我就发现对现在网络上 炒得最火的一件事 你听说了吗 也可以讲是怒火呀 就是标题 现在标题党有技巧 叫富家子弟标车 是吧 把这个平民的子弟大学生 撞飞撞死 你知道这个事情一看了 血乎淋漓 就是一孩子开三菱跑车的 他爸爸 这个一开始网络上 这个牵强附会 说他是不是高官 后来说不是高官 说他爸也是一个企业的负责人 这孩子就标车 标车的 那人家那个大学生 就是挺好的一人 就过班马线 人家是守规则的 然后他这车速太快了 蹦一下子 说撞起有两层楼那么高 五米高 二十米远 就是 那么那么最开始呢 这个有关方面 出来说 出来了一个这个网络最新流行语 以前有个网络红词 你知道吗 叫草泥马 草泥马 现在呢 有了一个叫七十马 为什么叫七十马呢 说一开始说他车速开多快啊 说他开七十马 对 但是人家这个专业人士都怀疑啊 说七十马能把人撞起五米高 撞二十米远吗 所以他专门发明了一个词叫七十马嘛 就咬出一个词不放 因为认为说这个 这个不是真 不是真实情况 所以呢 还要发明出来就是七十马 变成了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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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七十 道明的七十马 这么一个一个新的动物 欺负老实人的马 欺负老实人的马 这么回事 你可以看看这照片 那这个大家也要注意 这个情绪安全啊 怎么 你想这多惨啊 这个被撞成这样 来 咱们给他看下一张 这是引发争议特别大的一个场景 就是说这孩子撞了人之后啊 这个打来打电话 可能是叫他的这个朋友吧 他其他朋友开着什么保时节啊 什么其他跑车 可能是玩跑车的一帮小孩 花一下凑在一起 就是这种神态 引起很多网民的怒火 你再看下边 这是网民的这个这个开玩笑 做这T恤七十马嘛 你知道就到后来 我发现很多人骂的 实际上是骂这个态度 就是说这孩子 当时你把人都撞死了 但是据网民在照片上 视频上观察 说是显得满不在乎 而且这几个孩子来了之后 他那个朋友过来抽烟抽烟 跟女朋友聊聊天聊天 满不在乎 他有网友爆料说 当时他每个人说 就是无所谓的嘛 赔点钱就好了 就说他女朋友还上网去说了 什么了不起啊 那个不是 那个应该不是 那个人是为了出名 然后他就把自己的博客地址给付进去 到家来叫叫大家来骂骂自己 自然而自己又火了 其实并不是她女朋友 那个 哦这是有意出来找菜 有意出来找菜的 叫专门找抽 叫找抽派的 找抽派 找抽派的 你看他帮我们了解网络生态 他增加有点击率 有关注率啊 找抽也是一种 也是一种 也是抽派的方法吗 也是一种行销策略 对啊 哎呦真是 我们的小孩都怎么了 就是前两天呢 台湾也发生了一单新闻 就是说突然在一个 那个高密度的住宅区里面 发现一具白骨 已经就是已经就是 已经完全死败了 就完全六六个月了 已经六个半年前 就死掉了一个 十四岁的小女孩的尸骨 后来就开始就找到 后来就是不知道怎么样 验定就找到他父亲 然后他父亲就是哭着喊着说 我那天就告诉他不要去了 他跟网友见面 然后去了时候 就没有再回家过了 后来就有经由他的通年记录 还有他网上的那些记录呢 两天就把那个 那个凶手找到了 是网友 网友 十九岁的一个男孩 十九岁那半年前 也就是在十八岁左右 当天晚上就把他奸杀了 结果呢 这个男孩 十九岁的男孩 落网之后 那因为这个 他这样子一个行径 可能很多人 家人看到他都要抱歉的 所以警察还让他 戴了个安全帽在头上 因为怕他被人打死了 他还对着那个 那个媒体的摄像机 做了一个鬼脸 还扮可爱呢 杀人呢 杀人了 他还扮鬼脸 然后还可能觉得 这样子也是 也是足以早抽的 就是那种还无所谓 后来 不当一件事情 后来媒体采访他的时候 他也是那种 那不赔点钱就算了吗 哎呦 所以就说十九岁的小孩 你有没有谋生能力 你到底有没有这个叫做生产力 都还不知道 但是他已经学会用钱去做交易 用钱可以去掩盖 所有自己的罪行 你能理解吗 你像你看网上 咱们经常也能见到 他们上传的视频 就是一帮十三四岁的小孩 甚至是小女孩 就那么把这同学脱光了衣服 暴打 暴打一顿 就是你当然所谓的 这个有些有道之士 他就会觉得 怎么这个眼神里 流露出那种冷漠 就是他有一种 就是你这个人是人吗 就比如说撞死一个人 那感觉应该是崩溃了 要叫我 我估计 对 但是你觉得他是不是有一种 他们又有人说呀 说是玩电脑玩多了 玩游戏玩多了 是不是这么一种解释 就会变得就是 你真的是一个生命吗 跟我一样的生命吗 这种意识是不是欠缝呢 我觉得这个不能归结于电脑 或者是电脑游戏 或者怎么样 而是说这个现代社会 本身就会变成 这样一种很树立的人际关系 原来我们还原来我们小的时候住在大院里 对 都叫相互之间都是叫叔叔阿姨 哥哥姐姐 大家都在一块 后来住到城市里面 这种单元楼 那就分开了 然后越来越多人会宅在自己家里面 不需要上街 我一个朋友的话 他从月头到月尾 就不需要上一次街 所有东西都在电脑上搞定 他用这网络上词宅在家里 宅在家里 就是宅女宅男在家里 他不需要 他任何东西都不需要 只要有个电话线 有个网线都可以搞定了 那这个是社会会变成 每个人自我就是一个单元 应该有的东西就全有了 那像以前这样 人与人之间的这样交往 或者是 这个这个人与人和人之间的相互交往 你会观察别人的感受 观察别人的行为 相应越来越少了 看不到 蔡同老师你也是宅男吗 他肯定了 我很宅 宅的肚子都出来了 我跟你讲 你讲这个事很有意思 就是现在这个网络呀 一方面的每个人就更孤独了 对 就完全是封闭的嘛 我那天学英文词叫什么closed 就是更更封闭了 可是另一方面呢 他形成的力量 又是更集群了 对 你比如说啊 他们就讲这个网络 所谓网络民意 对众多事件 包括这次杭州这个飙车的这个 是 那为什么说实在话 有关部门 你不得不特别重视 就因为网络造成的 而且这个标题呀 我发现都有都有意思 本来我今天手机的信息收到一个 我都乐了 说是这个对这个事件 杭州公安局 这个本来说就表示 已经把这个人拘留了 把这孩子拘留了 然后表示一定以法律为准绳啊 什么公正处理 然后标题变成杭州公安局 说对此案要公正处理 他本身这也是一个博弈的结果 一开始呢 大家都在谈 就是说你是富家子弟 这个小兄弟呢是来杭州来发展的一个一个外来的移民 辛辛苦苦工作了 在杭州待六年 工作了三年 马上要结婚了 然后一路上那么那么打拼 现在呢 结果被你一辆车就给撞死了 然后呢 重点是在于说 一开始的讨论时候 你是一个富豪的子弟 撞飞了平民 然后大家就很愤怒 就是说你有钱就大 但是后来随后呢 各方的反应就说 这个网络上这样的批评的声浪是在仇富 就开始有这样的反对意见了 所以说 这只是一场普通的交通肇事故 交通肇事故 你们一定要去绑上这个身份地位 就有涉嫌仇富的这个嫌疑 仇富的话是种很非理性的不好的 那么网民自己也觉得仇富是不好的一个标签 就是说仇富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标签 就仇富是因为没有人愿意穷自己穷嘛 就是以前那个 以前是唯恐说自己家有钱 对对对 但是现在是说 唯恐说我自己很穷 对吧 对 然后我我是 我眼红你有钱 这不对的 不愿意 不愿意 但是马上 别人就把这个网友 各个地方的网友开始改电话题 就是我们不谈钱 钱多钱少的问题 我们不谈富豪还是平民的问题 我们只是谈 能不能公平公众的处理一个事情 因为他之前有超速单 他超到210公里的这样速度 210公里 在允许100公里的这样的时速的公路上 超到了210公里 在2008年的12月7号的晚上 从杭州到杭州和上海之间的高速公路上 这都是谁弄出来的 网友就很奇怪 深空广大 这网友顶半个公安局了 我看 但是他这弄出来的都是确实的吗 网友弄的 那个应该是 就是上面有 我看到有交警的logo在上面 应该是交通网站上 我天哪 会不会是交警自己 同时也是网友 那这个这个话是你说的 我可没有说 那我们期间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听了你刚才讲的呀 这对我还真是一个启发 就什么启发呢 我就想起现在这个逐流感 这个假型H1N1 对吧 你看过去我们认为啊 这个网络上面的这个意见 他的网友都分散了个人 认为就是没有秩序的 混乱的 是杂乱无章的 对吧 可是呢 你看你说从这件事当中啊 所谓这个网民 每一个网民形成一个人 你看网络意见有一个特点 一个人不成事 对 都得成群结伙的 对对 那么成群结伙的 我过去认为 是完全没有规律可循的 对 但是你告诉我的呀 让我明白一件事 当然 这我得声明 我绝不是啊 拿这个网友比作这个感冒病毒 但是我一时找不到更好的例子 我说在这个行为特点上 你像我们那天讲 就这种 往往一种流感的病毒 它也是这样 它每一个病毒也是个体的 对 可是呢 科学家发现呢 他们集合起来 似乎能够 就有类似于一个统一意志的 有有有有智慧 有智慧 应变 对 他们就好像说是蚂蚁 你看蚂蚁就是这样 他们说叫什么集体无意识 对对 是吧 一个一个的 但是他加起来 他呈现出一个像一个人一样的 某种行为 有他的策略 对吧 我绝不是拿网友比照这个 我说他是不是也有点像 似乎你看对这件事的应对啊 似乎这个网友集体的民意的主流 他也像是一个有意志 会琢磨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根据外界的反应 及时调整我下一步攻击的方向 对对 这东西神了 他也不是商量好的 并不可能说那么多人 都会采取同样的一个步调嘛 他会一定的情绪 一定的事件 然后去导引他 他们做出一定的反应 但是会彼此会越来越类似 就行为会越来越类似 越来越类似 最后就变成一个事件 就很大 大家到处转贴 到处去跟贴去骂 到处去人肉 一旦人肉出来了 什么结果 做人肉搜索 然后一旦搜到什么结果 大家就分享 到处所有的聊天工具 BBS 或者是这个 这个 博客里面都在播发 都在同一时间在广播 然后最后他情绪或者行为就会聚同 当然这个有时候啊 他这个这东西也会产生一些副作用 就是他有时候 他就他这个攻击啊 也会打错目标 但是他又调整 你就就是我这个礼拜 我讲这个一个一个案子 就是讲这个罗彩霞 罗彩霞这个冒名顶替 就是那个叫王家俊的女孩 另一个人就冒名顶替 他上大学的这个事件 很有意思 所以一开始这个有网友根据报道啊 说这个冒名顶替的这女儿的爸爸是什么人呢 说是公安局政委 哪的公安局政委呢 就是龙徽县的公安局政委 好家伙 这这网友就爆菜这个龙徽县公安局 那政委可是苦了 甚至打电话 骂他 偏挑这政委吧 他也有一个女儿正在上高一 所以给骂了这么一轮 最后急了 这公安局出来说 此政委不是自己政委 这个政委不是那个女孩 他爸爸 那女孩是以前做过这个政委 现任的人家这个政委啊 不是他 但是呢 你看一发声明 这网友啊 这下好打错了 打错了 那到底是谁 然后又一查 原来不是公安局政委 是牛马斯镇的党委书记啊 你看他这个这个行为啊 像一种什么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这本身有很大的 很大的力量蕴含在其中 但他有的时候会很盲目 不找 就东东出西大 就是他们行 我所谓的行动力极高吗 行动力极高 就这个行动力极高 比如说在网上做民调的时候 他就跟真实的情况 就会有有有差别 你认为网络民意和真实的这个民意 有有有有很大距离 比如说一弄个什么事 网站都爱搞那种调查 说那么然后大家就百分之几十的人 认为他好 百分之几十的人认为他坏 凡是有投票的人 有愿意去做投票的人 他的动机力会很强的 就比如说你做个投票说 网络上做个投票说 是不是你赞不赞成 所有的胖子都比较笨 那所有的胖子都会有动机 不去点说 不是 不是 没事 那你一个相关答案就显得极高 然后说网络民意 百分之百分之九十九的网民认为说胖子笨这个命题是错的 不认为投票的是胖子 投票成为胖子是演的 这东西有意思 就是因为我有时候老在想哈 他一个人的话 其实他发一个帖子或者发一个什么 你想在他一天24小时里 这只是他最多五分钟内的一个行为 可是每个人每一天的这个五分钟 他加在一起就真的是一种特别大的 连政府都不能不注意的一种力量 对 可是也有这学者就说了 那是认真思考了的吗 比如说像有一个人讲 就说好比说我要署名在报上写个评论 哎呦 那我在心里里进行一番自辩的过程 比如说我这句话 别人会怎么反对 那么我这话得这么说 对吧 或者这个事实到底是不是真的 我要负责任 那么他是这么一种心态 可是对于这个上网写个东西的人来说 他经过认真的反复的思考吗 那要看你是怎么写 怎么玩 比如像我们这样最早一开始就叫 在BBS里面发帖 然后叫掐架的这样的人 写帖子就很小心 而且网络上比如说 你做到一定程度 比如说你的名话会比较高一些 认知度会比较高一些的时候 一样对讲话负责的 而且刚才蔡特老师跟我讲了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他跟我说很多 其实就是说你不是一单新闻 下面可能一堆一堆的回应跟那个 他说有的时候就是说 他同一个人他用不同的名字 他还给出不同的正反的意见 他在一方面先表扬你啊 说哇我多么喜欢你啊 什么什么都 然后再过五分钟之后 他又写一个东西报菜你 这不是拿你开涮的吗 所以我我觉得很奇怪 你在后台看的时候你不觉得觉得很开心 你觉得人性怎么那么黑暗啊 前一分钟你还在这里表扬我说 这个贴子写的真好 后一分钟还是你 你换了另外一个ID 但是你的地址是不变的 你的物理地址是不变的 你上了有狂霸盾 这篇文章写的很烂 你懂不懂啊你 你会不会写中文啊 但你一看都是一个人 就人格分裂了吧 我觉得这才是最真实的人性 这是最真实的人性 是啊真实的人可能就是你想我就是反复无常的 五分钟前想什么 五分钟后可能就赶了 你开播客了吗 不敢呢 有人冒我名开 但是确实是这样 就是好比说你啊 平常在这个网上去看 比如说现在又说有什么五毛党啊 又说有什么呢 一直有人在跟我说 说这个网上的很多潮流 有没有可能是人做出来 有操纵出来 肯定会有 肯定有些是像这样的 他就会比如尤其比如说商业上的 出于商业利益的考虑 比如说你去组织一帮枪手去骂一个品牌 骂他骂他骂他 骂到那种程度就有钱了 怎么有钱了 不是你就你一直在骂他嘛 你在比如说你是做一个IT的 就是硬件测评的网站 上面全部都是枪手在骂 就是痛骂某个品牌 产品烂 服务烂烂烂烂烂 烂到别人的广告部过来找你 给你一笔钱 说我们放个广告 OK 你们就好了 哎呦 这件有点什么事 还收保护费 这个可以是类似的 就是很多的这样的 在网上有商业利益存在的地方 就必然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并不是你觉得名义是这样的 什么突然很多人来投诉你 突然很多人就对你的产品不满 而现在各个公司老总很在意这种网上的评论 整天也在搜 就是他们看我们产品怎么样 然后他们找一批人 短时间之内造这么一个声浪出来 他们他的公关部就必须要很在意这样的事情 就过来解决这个事情 有这里头涌现弄潮儿啊 枪枪塞人行广告之后见 光美有个大惑不解的问题是吗 对 网民们没有其他的事情做了吗 因为对不起 因为我我启蒙 就是电脑方面的东西 这些东西我真的启蒙的比较晚一点 那就是说有的时候呢 我就在网上观察 就是有的时候就是有一些意见 他们可能意见相反 就双方对骂 那个时间长达两个小时 就是说前后的那个那个发帖时间 长达两个小时 你一天才24小时 你怎么又两小时跟人家在网上对骂呢 就是我们像我们就工作非常忙嘛 难免就会有这样的猜测 就是说他是 他要花多少时间呢 这东西不是花时间吗 那文涛觉得这些人是叫弄潮儿 弄潮 不是 我说的弄潮儿是里边的一些搞手 就像他刚才说的 要做起一些风浪 对自己有利益 我觉得那个还是可以 那是一份工作的 那对 这一份工作 那是可以理解的 我是觉得就是说平常的 就广大善良无辜的网友 他这个每天 比如说对于一个事情 你像狠花功夫 跟侦探似的 他为了查清一个事情 他要人肉搜索 调出很多资料来 这事是个很大的工作呀 对 但是我觉得是这样 你也觉得他无聊 或者是说 时间太多 要打发时间 并不是这样的 是说他 这是他唯一的一个管道 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 在中国社会里面 他给报章去投这样的文章 别人不会看灯 他去上广播 别人不会让他去登台 但在网上他得到这个权限 他可以做到发声 小人物发声 让大家都来看到 他获得这个权限 再也没有门槛了 他想说什么 就可以说什么 他可以去找他想要的真相 也可以去找好玩的 有趣的事情 所以他会在上面 乐此不疲 待很长时间 你说的这个 我理解了 就是我今天还看一个评论 就评论这个飙车这个事件 有个报纸写评论 就是说 对 你可能有些所谓有理性的人 你会担心 说这个东西的网络力量的 这种副作用 他说可是 你有没有想到 为什么往往只有在 网络上弄大了以后 当然这是泥沙俱下 但是事实我们也看得见 往往是这样 才真正能推动这个事情 被重视 被解决 你如果要是说 比如说是这个 咱就说法治非常严明的地方 那按说呢 也不一定非要这样 有事情 马上就按照该怎么解决 就怎么解决 但是是不是因为 我们的其他渠道 有所不够 不够畅通 不够畅通 机会太少 所以就老是要在网上 去搞这种事情 那这么说 这些个网友们 他们是真的看到一个事情 就是有这种特别的正义感 他也愿意参与 中国人都愿意抱团 没错 都在一起沙堆 搞来搞去 这就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特别说老师 今天晚上回家 就人后搜索搜索我们两个人 没事 我觉得我们俩该选 人后搜索一下他 你不学会在这里头游泳 你在现在社会怎么混 我觉得已经没有办法 躲开他了 没有办法 你要和他一起去